司聰剛剛看到的是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 他直接說日本要覺醒 要保衛台灣這樣的民主國家 同時這兩天 TIFA重新談判 台美經貿事實上越來越緊密 沒錯 國人都在關注疫苗的時候 其實台灣外面的關係有出現一些變化 當然主要是第十一屆的台美的TIFA TIFA是全名叫台美貿易機投資架構協定的會談 到6月30號要重新附談 因為美國白宮的說法是說 台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中國持續侵犯台灣的民主 美國會持續的堅定的支持台灣 同時強調台灣是領先的民主政體 和關鍵經濟與安全夥伴 所以要加強跟台灣互相之間的關係 除了台美經濟在好轉之中 台美的經貿關係在好轉之中 中國當然對這個相當不滿 中國外交部就說 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美的官方的交往 要求美國要遵守所謂的一個中國的原則 美國跟台灣的相關的合作 都要在一中的架構下進行 但顯然美國是並沒有買單的 除了這個之外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畫面是 日本的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他的說法 那中山泰秀呢我們知道其實 他是這個知名黨裡面來說的話 比較算是右翼的 而且他是年輕的這一輩 那他表達什麼呢 他在接受這個美國的智庫哈德訊研究所 訪問的時候他談到就是說 因為現在中國有沒有這幾天的時候 中國跟俄羅斯剛好有做一個視訊的這個會議 那兩個國家呢 有意要這個持續的這個深入的發展 那他的說法是說因為中俄之間呢這個和平合作的話 可能會對台灣呢形成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壓力 然後他們在周邊的國家進行所謂的軍事演習 他說他希望看到美國會越來越強大 但是他說呢我們必須要覺醒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覺醒呢 台灣不是朋友 而且台灣是兄弟 我們是兄弟 如果台灣有事的話 這個沖繩也會有事 然後他認為說其實民主政體來說的話 應該要保衛這個民主的這個國家 所以他把台灣呢 視為是個民主的國家 而且民主的這個台灣 他言下之意來說的話 真的很想要跟台灣 這個台灣有事的時候 日本持緣的這個態度 其實是相當相當的明確的 那除了美日的這個態度之外 其實英美的這個抗中派 他們最近呢 在串聯 想要成立一個新的這個類似的這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呢 我們把它叫做貿易版的這個北約 那什麼叫貿易版的北約呢 他這個全名叫做民主國家聯盟條約組織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因為他北約的 如果你加入北約的話 一旦你北約的成員國被攻擊的時候 大家可以來幫助你抗敵 那他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用貿易的手段 假設我們假設 假設比如說澳洲 我們都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北約的議員 澳洲被制裁的時候 我們這些北約的國家 可以聯合起來 貿易北約的國家 可以聯合起來 對中國採取共同的這個態度 甚至我們就支援澳洲來買 買澳洲的龍蝦 這個紅酒這樣子一個概念 好所以這個 這個倡議呢 目前當然是還在這個進行之中 但是可能在未來的很多國家 如果都陸續表態的話 這也不排除 可能真的會有成立的這個可能性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再過幾天剛好就是中國的這個七 這個所謂百年黨慶的日子 那因為百年黨慶照理說是應該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最近包括說整個中國大陸的這個氣氛是蠻速殺的 包括說北京也是這個很多公安啊 或是說整個防衛是相當嚴厲 那他們最近呢 這個中紀委或是官方發表所謂的中國新型政黨的這個白痞書 他裡面要求到說永不叛黨 那永不叛黨來說的話 他除了這個習近平帶頭這個喊這個宣誓這個黨章 宣誓這個入黨宣言 然後永不叛黨之外 他甚至還出了這個後來的這個中紀委還出了一篇文章 特別是把這個早年背叛這個共產黨的顧順章的故事 再把它拿出來講 所以言下之意的這個所謂的恐嚇動嚇的意味 即使是蠻深的 那當然除了這個所謂永不叛黨之外 還有天問一號 因為在前一陣子他也到了火星 所以這邊能是目前這個中國在宣傳裡面 最重要的兩個事情 那除了這個之外 中紀委最近也剛好公佈了一個調查 他說從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為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進行所謂的全面的這個宿攤 那宿攤來說的話 他說一共立案調查三百八十五萬件 然後一共查處了四百零八點九萬人 然後遭受黨紀處分還有政務處分的高達三百七十四點二萬人 所以言下之意來說的話 這種反腐的動作呢 是可以思維說是 習近平在十八大上台以來的一個最重要的這個成就 那當然了 因為七月一號如果按照這個中國的這個規矩來說的話 他總是會大幅的表彰一些相關的這個有功人員 所以他們這一次有所謂的七一勳章的這個授勳典禮 那七一勳章來說的話是2017年九月的時候成立的 那這個所謂的七一勳章就是要對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五或十的年份裡面來說授予 那當然會授予的是對於黨的貢獻非常非常大 那今年一共有二十九名獲得這個相關的這個獲證 那其實之前曾經有傳言說 江澤民跟胡錦濤可能也會得到這個七一勳章 但是他們兩個名字並沒有出現在這個七一勳章之上 另外一個就是中國也同時在這個時候發布所謂的 中國共產黨一百週年的這個大事記 這個文章 那這個書裡面來說 他寫了非常多的一個這個文章 他介紹了歷代的這個領導人 那他寫了這個領導人來說的話 這個習近平的文章是最多的 他一共寫了大概三萬字 然後整篇文章裡面提到毛澤東是138次 鄧小平75次 江澤民40次 胡錦濤32次 然後習近平有184次 所以習近平出現的次數最多 另外一個人民日報發布所謂的建黨百年的這個名句 名句裡面來說的話 毛澤東跟習近平呢都是各佔了這個30句左右 所以意思是什麼 其實習近平的地位 可以堪比毛澤東 甚至比毛澤東更重要 那當然啦 他要終身連任來說的話 外界就在報導說 可能會用所謂的武統台灣的方式 來達成所謂的 他的這個 所謂終身執政的這個可能性 那當然啦 我們要密切觀察 後續中國共產黨裡面的這個變化 反正